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今次的遊戲資訊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暗影火巨城 亞洲發行雙斜GSE 上年9月已經推出了PS4、PS5和PC版 而Switch版即將在7月12日推出 遊戲畫面就以Dieselpunk風格呈現 玩法就類似銀河戰士又或者Walkman 因為從小到大都玩不少這類遊戲 所以對我自己來說是很吸引 再看各大平台上的評價 例如在Steam上就有90%的極度好評 日本FanmeTone都給出33分的成績 甚至在國際性的遊戲評論網 Metacredit Game Reviews裡面的玩家評價都有7.8分 講到玩法之前,首先講一下遊戲的故事 遊戲講述火巨城的原居民是一班動物 六年前就被一支機械軍團入侵 所以他們就組織了一支反抗軍作出抵抗 不過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 我們的主角就是前反抗軍精英部隊成員之一的兔子 雷德文 他因為戰敗而失去戰鬥的希望 只有生活在貧民窟才可以取得自己的平靜 因為好朋友洪叔突然間被機械軍團捉走了 所以才會穿回以前的鐵拳裝 為了拯救朋友 以及將機械軍團趕出火巨城而踏上了旅途 戰鬥玩法一看遊戲畫面就明白了 就是橫向動作過板的形式 我們雷德一共有三種不同的武器 第一種就是鐵拳 是我們一開始就有的武裝 可以就這樣勾打敵人 又或者可以將敵人捉起 再將他扔向另一個敵人 這樣就可以造成大量的傷害 第二種武器就是巨大的鑽頭 這個巨大的鑽頭對重裝甲的敵人應該會有奇效 而且除了武器之外 他還可以輔助我們行動 例如變成螺旋掌 就可以幫助我們飄過一些危險的地區 最後一種武器就是電邊 擁有三種武器裡面最遠的攻擊距離 以及可以捉住場景上面的一些鬧點 藉此去通過一些跳躍又或者垂降去不到的地方 還有這三種武器可以隨時切換 面對地人如果用一些克制到他的武器 就可以令我們打得更加舒服 這種遊戲是容易上手玩下去有趣 另外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遊戲中會有大量的隱藏房間 捷徑又或者秘道讓我們可以去探索 想去到這些隱藏區域 就要好好利用我們學得的技能 當進入到這些隱藏區域的時候 有時要有獎勵 可能會學到一些特別技能也不頂 最後Switch版的預購特典 還會送一個Switch遊戲卡收藏盒 裡面最多可以放三餅帶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蠻適合Switch的玩家 好了,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遊戲介紹的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頻道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 多謝各位,再見 savvy,再見 歡迎時間回來 歡迎時間回來 不來 不要多展示 我們都在休止 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